《以事論時》挖掘事實真相 深入淺出 探討政府動向 當大事件發生時 令你走在事實前方不再被動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以事論時》這個節目 大家可能覺得今晚為何 Alex和袁海耀的聲音變了 是袁海耀今晚告假 由他徒弟胡桂雄 我是阿彪 今晚就接了個波 今晚我們錄影室有三位朋友 第一位是在政壇很有經驗的 Mr.Tom Peng 第二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教育委員Alan Tam 第三位新朋友就是Alex Kwon 不如我們請這三位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好嗎 我成鵬 我是彭德 我從小在香港大 但離開了香港已經很久了 我本身是上海人 上海講廣東話 可能有些口音 我叫做Alan Tam 譚國成 現在是約克區公立教育局的教委員 代表萬禁士 我是Alex Kwon 我姓鄺的鄺亭峰 和一個香港的 出名的個性 差不多名 我是很小過來加拿大 七歲過來加拿大 都整個二十幾年了 所以 如果聽我說 有些放些英文下去 那是對不起 因為我 一半是鬼仔 是竹星仔 可以這樣說 我也擺英文下去 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過去已經討論了這個題目 因為我們香港來的人 說話七成是中文 兩三成是英文 我知道 過去這個星期 最熱門的題目 可能就是 省政府推出的sex act 真是華盛教育的新課程 在我們嘉賓之中有人去過大會 請你講一下那天的盛大情況是怎樣 那天我們幾個人一起去的 早上10點去到省政府 即是省議會前面所謂Queen's Park的前面 那天到的人就很多 我估計應該有4000到5000人 但是一般的報紙我記得新聞報道 都是用幾千人或者數千人來形容 那我覺得和平日的不同 各個族類的人都有 尤其中國人是非常之多 因為中國人一般來說 都覺得我們對於政治比較冷淡些 一般的這一類的活動就很少見到中國人 但是這一次呢 我們見到很多很多的中國人參加 而且他們都很有準備 都帶了那些傳單之類來參加 而且其中呢 講國語就是普通話的華裔的人士特別的多 那天的情形呢 每一個人都好像很激憤 對於省政府這一次要推行新的性教育 都採取非常反對的立場 而且每一個人呼口號哭 我見到每一個人的情緒都非常高的 我自己都有去過一個場合 但是身份又不同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觀察員的身份 我跟Tom 可能在群眾的後一點點 我自己就在群眾的前面 原因呢 因為其實我最重要去做什麼呢 我想第一手知道 究竟那些家長呢 他們其實在想什麼 和反對什麼 其實過去那幾個月 很多家長都E-mail給我 或者打電話給我 關於他們 反對這個很激進的性格課程 但其實面對面去見群眾很少 所以這次一個好機會 我就可以面對面去接觸那些家長 因為經常都聽到 那些家長其實不是家長來的 都是某某黨的人去推他們出來的 其實我很有興趣 我已經知道 是不是真的是黨去推他們出來 所以我特地去看一看情況 我發覺 好像Tom說 其實中國人和南亞 特別是穆斯林的人很多 所以在前面一看 一半是中國人 一半都是包著頭巾的女性 那些男性比較少 但情況就是 看到他們的口號叫得很厲害 但我在想 他們不斷叫口號 是否斜跟著那些主持人 他們說 其實他們知不知道他們反對些什麼 所以我真的 拿著鏡頭 拿著麥克風 真的走過去 跟家長 問他們 究竟你們現在是反對性格課程 究竟你們有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真的研究過 你反對些是反對些什麼 我自己在兩個小時時間 做了十個訪問 有不同的家長 有中國人 有南亞 有說法文 都有的 所以我收回來的訊息 其實每個人都很清楚 他們反對是反對什麼 全部都是 我們說的性格課程 大約有99% 他們是同意的 只是有1%的內容 他們是反對和反感 所以他們的訴求很簡單 他們都是希望 省長可以聽他們的聲音 將那1% 所謂他們覺得很反感的內容 希望可以在新的課程去切除 所以那個是很簡短和很簡單 所以希望這次的示威行動 希望省府真真正正可以聽到 家長的聲音 不要再說 某某的黨是推出來 希望增加知名度 其實我很清楚知道 其實這件 他所提出的論點是非常錯的 Alex 你是年輕人 你對性教育的辛課程有什麼看法 我那天不在乘班上 那天要上班 所以有很多事 但是這個題目 都聽到很多人說 我自己上Facebook 看到我自己的朋友說這個題目 那我覺得 多數我的朋友 看到我同一個年紀 即是廿多中 廿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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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贊成 應該要教育 教育 教育小孩 這些題目 我自己私人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在這裡讀書 即是我不是在安省 但是我在阿珊 在阿珊 我記得六七年級 我開始教這個題目 我覺得奇怪 這次 他是不是推到一年級 開始 一年級 就已經所謂的 同意 這樣 是的 我雖然明白 你可以 你同不同意 我記得以前 你可以簽 如果你父母 不贊成你 上這個課 你可以簽 你的小孩 可以自己 即是他們上課的時候 自己走出去 那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 第一 如果你自己的小孩 要走出去 成課知道 你走出去 那這個 我覺得 不是這麼贊成 因為 因為你不想 你的小孩 不想全世界知道你 我為什麼 他不可以讀這件事情 你知道小孩 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說 煲電那些事情 欺負其他小孩 如果自己的小孩 是被人 自己離開出去 就說明 哦 他不會想讀這些 每個小孩 看著 為什麼只有你一個人走出去 但是 如果你去到一年級 我相信 有很多父母 不會贊成他們小孩 讀這個題目 如果被他的小孩走出上課的時候 他整課二十多三十的小孩 看著他的小孩走出去 你覺得 我覺得 可能 他的小孩 會被人 有少許 效果 那 剛才Alex 你說的 大部分 現在的年輕 二十多歲 那些 跟你同輩 或者 主流的人士 他覺得 那個 性教課程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其實 我想知道 因為你是所謂的 祝星 我想知道 其實 現在在說 Agnosec 即是 江交 或者 口交 在Grade 5 Grade 6 Grade 7 即是 十歲 十二歲 你覺得 其實 在你角度來說 有沒有需要這麼早 教小孩 有多重的性行為 我才明白 很多朋友 他們覺得 這件事 可能給小孩 其實 不太適合 給他們學 但是 多數 他們說 贊成校教 因為 其實 現在的小孩 他們上網 很容易找到這些 即是 去Google 好像說 Agnosec 很容易 他們見到 像說 Pornographic 網站 很多人 就說 如果小孩 他們自己已經找到這些 要不 最好 就在學校 教他們 反正 他們都會 學到這些 要不然 一個更好方法 教他們 可能在學校 教他們 這些 題目 即是 早點教 早點教 因為如果他們不教 他們自己上網 都可能找到 但是這樣 因為我自己有個兒子 十歲 他都會用Google 都會上網去找資料 通常他找資料都是 即是 即是 找些什麼呢 譬如他去打遊戲機 即是去打遊戲 他就會上網 看看YouTube 究竟那些遊戲 怎樣去打 以及怎樣可以 拿多些分數 但是 如果不告訴他們 有Agnosec 即是江交 那他無緣無故 就不會去Google 去搜尋這個字 對不對 即是剛才你 你帶出一個問題 但是 情況就是 會不會其實 可能他們遲些都會知道 會不會其實 將那個年齡 推後些 即是大家可能 適合些 可能去到中學 Grade 9的時間 大約是14歲 那會不會是 會 即是我不知道 Tom有沒有這樣的意見 你覺得會不會 遲些會比較適合些 我覺得有些 遲些當然是好 有些不需要教的 例如江交這些 我活到幾十歲了 我都不知道怎樣做 嗯 你都要上學了 是吧 你要回去讀Grade 7 我年紀太大 如果我現在有個小孩 在公樂學讀書 說不定要靠兒子回來教我 怎樣江交 找你的書來教你 還有我想 我想看一下 當時在場的人事 我們剛才已經說過 其實就不是一個政黨的行動 因為不同政黨的人都去 是家長的一個concern 那在其他電台的訪問裡 我們聽到 有很重的宗教氣氛 譬如天豬家學校 很明顯是不喜歡這樣的東西的 那他們有沒有做到事呢 還有我想知道 在當日 當有幾千人在你門口了 那安省的教育廳 究竟有什麼解釋呢 他們的反應是怎樣呢 那個人呢 根據他主辦的人說 那主辦的人我一個都不認識 所以我不相信他們是屬於保守黨有關係的人 因為我本身是保守黨的人 我不認識那幾個主辦這個活動的人 根據他們說呢 他三黨的議員 他們有請 結果出來講的 可能有兩個保守黨的議員 在場又發言 有人發覺呢 是二樓 生意會二樓 有人在那裡拍照 有人很關心這個活動 派了人在二樓拍照 那你快不快被人拍照呢 沒有人下來講說話 完全沒有官方教育廳的人來解釋 我覺得沒有什麼黨派的背景 甚至有一位女士 好像你講的 可能回教方面穿著的衣服 她上來一開口就說 她說我向大家道歉 因為上一次省選 我是支持自由黨的 我們幫助亞當拍門 去拉票 她說我見到這個 性教有課程之後 我才發覺我是做錯了 那你應該講比較有 黨性一點的語言呢 就是這幾句 那有沒有其他的 譬如牧師的神父 去講他們的道理 說不贊成這樣 有一些宗教的 站在他們宗教的立場 是有 但就不是很多 那好了 當時現場的情形都有 幾位朋友講過了 那我們第一個環節 就在這裡結束 我們稍後回來再討論一下 到底我們將來可以做些什麼 以事論事挖掘事實真相 深入淺出 探討政府動向 當大事件發生時 令你走在事實前方 不再被動 阿歷斯 阿歷斯 你先有提到 你有提過 偉恩有提過 或家長有個選擇 可以有些課程不適合你的子女的話 你可以叫他們不用上這個課 那天在開會 那個省政府前面 有一個醫生 我不知道他是博士還是醫生 是從哈利特來的 他曾經向教育局要求 如果性教育課程 就試著告訴他 你這一課 會是教什麼 他有個選擇 令他的子女 讀去 或者不去 上這個課 但是 教育局 沒有回應 他現在跟教育局 打官司 已經打了兩年了 我相信他是個醫生 如果我那些人 要拿錢出來打官司 打兩年 傾家蕩產 都不一定可以 但是他這個醫生 可能是醫生 醫生 應該是打了兩年的官司 現在還在打 教育局 不供應給他 哪些頭 想什麼貨 的內容 另外 Ellen 你說 我們希望省政府 可以改變他的立場 我認為 因為這個可能性 幾乎不好 我們知道 偉恩是2010年 他做教育廳長的時候 提出這個新的性教育課程 當時 自由黨是個少數政府 而且他是一個廳長 他上面還有一個省長 在大家反對之下呢 他省長決定 將這份性教育課程 將他擱置 但現在不同 他上台 他做省 他改選到現在都未夠一年 偉恩就是將這個新的課程 重新提出來 他現在是一個多數黨的政府 他不用管你們 你們反對 無所謂 這幾年你們再做什麼都推不了他下台 我相信他已經是鐵了身 今年的秋天 他一定會推行 是這樣的 前幾天我看過報章的報導 說最新的民意測驗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性質 我不知道 如果我們今天選舉 自由黨是會輸的 那這個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因素呢 你覺得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知道他還可以做四年 誰都不能動他的 他現在做什麼 他可以獨裁 他可以推行 你再吵 他當聽不到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究竟現在 他不是在想四年後 他現在在想這三年 究竟他可以繼續做什麼 剛才Tom也說過 第一位家長 他是穆斯林的家長 他剛才出來說 都說 我對大家不知道 因為我選了現在這個黨 所以你們看到 其實現在的人 因為大部分都是家長 是因為現在這個性格課程 是不得到 不得到 他不聽家長 所以家長 要反對 和開始要轉他的思維 但這個情況就像Tom 那樣 究竟現在我們那個政府 是否想著 三年後就不做呢 所以現在做什麼都要推 因為現在大多數 他推什麼都是可以的 那是否現在盡推 推到他盡 去到可能三年後 都已經做了他想做的事情 不需要再為選舉煩惱 你明白嗎 過去的經驗 我們知道 有時候選民的記性不是這麼好的 他現在推行過了之後 過了三年 很多人都不記得了這段事情 自由黨欺騙我們安大陸省的省民 不是第一次的了 從他第一次選舉 他承諾要做十幾二十項的事情 上來之後 一段都沒有做到 他承諾說不加稅 他從上台加到現在 還在加金融可能 我們都會提到他怎樣加稅 那Alex 怎麼看 因為他這個性教育 他其實不是一個條例 因為條例要通過立法會 這個條例就是自己的教育 部門去做 他根本不用投票 他可以這樣說 他想做什麼都可以 沒有人可以阻止到他 那是 難怪是對的 因為他想做這個條例 從十月九月開始 沒有人可以阻止到他 你可以反對 但是 他好像不聽人說幾次 他決定了 因為他多數政府 有四年後才要再選舉 四年後才算 就是這樣做法 但除了惠恩之外 聽說另外有一位 高級政府官員都加入了 以前他是教育廳長 以前另一個副教育廳長 亦都很大的involvement 他的故事是怎樣 那天在省政府前面 亦有人提到這個人 這個人的名字叫Benjamin Levine 他是偉恩做教育廳長的時候 他是做副教育廳長 這個人現在因為藏有兒童色情的那些圖片之內 被告 他就和警察官所謂bargain 談判 談判 7項罪 他承認了3項 可能會判3年半的刑期 因為他是和警察官已經有個商討 所以有些證據就沒有在法庭 不會在法庭 在他的證據中間 聽說八隻黑子不說 他跟人說 形容他怎樣去性侵犯他自己的女兒 以及教他的女兒 怎樣去性侵犯他女兒的女兒 就是他的孫 這個人在省政府做副廳長的時候 就是偉恩做廳長 很多人懷疑現在這個新的性教育課程中間 他有很大的影響力 當然惠恩說過 他說副廳長不會拿筆來寫這個課程 來表示和他沒有關係 但是一個副廳長一個廳長 對於這個性教育課程的內容 你說會不會影響力嗎 我同意 這樣一個人來主導一個性教育課程 我們知道現在這個結果 應該猜得猜得到 現在這樣的結果 回到教育委員方面 以前的官員做了些事情 你們教育委員知道了 怎樣去更正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因為剛才Tom也說過 在4月14日的示威行動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是被現在在職的教育廳長 或者省長出來聽聽家長的聲音 但你會看到Tom說 其實他們可能在2樓裝一下 但是不肯下來聽 所以那個情況就是 喂 不行 我就在自己的網站做了一個討論 主要是讓家長通過我的網站發表的意見 現在的意見有很多 我也是預備公開 以及把這個意見帶給教育局 以及教育廳 現在考慮一下 究竟我們接下來的9月 Tom說他們一定不會改 究竟現在9月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就希望我們的教育局 因為現在的情況就是 教育局真的是那些先生去教的那些課程 我們希望當我們的職員 受過新的性教育課程的訓練之後 進一步的情況 我可以在5月的時間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現在去到課室裡 有些什麼是我們家長可以做 有些什麼是我們的先生可以做 因為剛才Alex說過 他們正在說的 究竟是否應該 把小孩子從課室拿出來 不要上那些比較刺激的性教育課程 但有可能這些性教育課程 每一天都可能過一分鐘 那你是不是每一天都拿個小孩子出來呢 還是整年只是在一堂裡 講5分鐘比較激進的課程呢 現在都未知道 希望我們有再一步的消息 就可以跟大家去講一下究竟 家長真的怎樣可以減少他的擔心 那獲取知識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更新自己 知道什麼消息 但如果最壞的打算 我聽見有些人說 我可不可以轉去私立學校 不聽他的那些東西 甚至如果你說回到原居地 那就太過激進了 那如果我轉一間學校 或者我猶太教學校 基督教學校 我不聽他們說 那我可不可以 因為這個是全安省的課程 所以課程在教育法裏 或者是私校 或者現在講的 Homeschooling 即是在家裡 即是家長教小朋友 那都是要根據這個課程去教的 所以呢 不論你是 剛才阿彪都說了 是不是可以走一走呢 看情況就不是了 所以大家都有心理預備 一定那些小孩子 會知道我們剛才所講的那些 比較激進的性教課程 好了我們講的這個性教課程 已經講了幾集了 那大家的了解都不少了 但是就不要放棄 繼續把你的意見 告訴Alan 請Alan多說一次自己的網頁的 address 我們三個W AlanTam AlanTam.ca AlanTam.ca 一按你就會看到 第一頁就是我的 survey 多謝支持 好了 那我們第二環節結束了 我們稍後回來再講其他的題目 以事論事挖掘事實真相 深入淺出 探討政府動向 當大事件發生時 令你走在事實前方 不再被動 我們回來第三環節 多謝各位聽眾的收聽 那我們繼續講 省政府的新措施 剛剛宣布的 有說 省長已經說了 會在450個超級市場和雜貨店 賣啤酒 大家都知道是甚麼事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在啤酒上面 拿多些稅 令到它的財政有改善 買啤酒 多給幾毫子可能是小事 但在電力方面就大件事了 因為省政府已經宣布 將本來供應的電力公司 60%的股權 即Hydro One 本來是供應的 現在就會轉為私營 你可以賣了它 所以就得到家當有些錢 但是你沒有了隻雞 那些蛋就沒有了 將來省民就要給多些錢 因為每一年的收入就少了 另外就 啤酒 電力 汽油碎 也會加 看來大家都會有些意見 其實Carbon Tax是甚麼呢 Alex 可不可以請教你解釋一下 行 其實他們安省政府 今個禮拜 那一個program 他們不是Carbon Tax 即他們開頭3月說 安省環保長 Glan Murray就說 安省今年就會 在Carbon上一個price上去 那它有兩個choice 就是 這個叫Carbon Tax 即是 最simple 就像GST那樣 即如果你放一吋Carbon 我就加你多少錢 它有一個複雜點的系統 叫Cap and Trade 那它今天禮拜出了 安省就會去一個Cap and Trade System 那我解釋一下這個background 它是幾年前 安省和枯巴克省和BC省和幾個美國的州 好像加州 那他們入了一個agreement 就是對於這個climate change 大家做一些事情 那他們有兩個option 就選擇 一個Cap and Trade 和一個Carbon Tax 那BC省呢 就是選了Carbon Tax 那加州 枯巴克省和安省 選了一個Cap and Trade 那我解釋一下一個Cap and Trade System 是大約怎樣的 那我不知道安省的系統 會是怎樣的 但是 一個Cap and Trade System 就是說 每一年 安省政府就會給省內的 多數是那些大工廠 當作工廠 我給你一年 你當你安省內的100個廠 你們全部的廠 今年就可以噴一些Carbon 當作100吞 那你這100吞 那我就買Permit給你們 那你每一個廠 就自己來選擇 你要多少錢買了 就是看一下 100吞 當作100吞的Carbon 我每人分一吞 100個廠分一吞 那你自己看哪一個分 有些廠可能噴少些Carbon 那我可以買給其他人 有些廠可能噴多些Carbon 當作第一年就是100吞 第二年它就減到50吞 那你們自己 就像當作股票那樣炒發 那每些廠 要噴Carbon 即是它們要做production 要噴Carbon 那要賣些Carbon 那現在變貴了很多 現在第二年就50吞 即每一吞就是2元 那它的主意就是 每年減少Permit 那整體影響 就是Carbon emission會低了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 一個安省 一個省 是我們的經濟這麼多 廠 他們做廠業 即是汽車一檔 他們一定會噴Carbon 你現在應該加上去 他們的production cost 已經加了 今個星期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沒有關係 今個星期 不知道有沒有看的新聞 就是豐田 Toyota 就說 搬去墨西哥 是的 Carolla 又不知道 夏年還是夏年開始 就會在墨西哥 這一個廠 Woodstock的廠 就不會關閉 但是他們覺得 那個production cost 要搬Carolla 下去墨西哥 那其實就是 你剛才的說法就是 如果我的廠 需要很多廢氣 但是我又超標了 就在你的廠 我就給你一些錢 買了你的quota 即是兩間廠 平均分 拉上補下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但是對我們 每天開車的人來說 聽說去電郵站 每一個liter 要給多幾個仙 一個liter要多三個仙 這個三個仙 我就不明白 是入了政府的袋 還是入了工廠的袋 政府會不會因為 這個carbon trade 而增加收入呢 會增加到一些 即是當他們 當第一個level 買了100吋 一元 即是當我用一個例子 第一個100吋 一元 他們就增加了一元 但是之後 他們當股票炒的時候 之前就是看哪一個廠 就更加快 但是我在想 現在的情況 即是安省過去十幾年 即是現在還有些什麼工業 還在安省裏面 多數是車行 兩個禮拜前 我駕車去了Detroit 那邊 我經過倫敦 Woodstock 那邊 多數是一些車廠 即是大齡工業 就是車廠 不只是整車 不只是GM Honda 4那些 他們的supplier 即是玻璃 門 車位 那些 即是他們那些 一個廠是很大 很多人 幾千人 那我想 現在的情況 即是Alex這樣解釋 我開始明白了 即是現在 政府 即是要 那些廠 要給政府 去買一個quota 但這個情況 好像 阿彪又說 現在的工廠 可能 我需要在安省裏面 開廠 即是 一會兒又說 遲些有東西 整個全民的保險 即是現在 你逼那些廠 走路 即是走去墨西哥 那些 即是 又低成本 又不需要加稅 那現在 即是現在 我們是不是在殺那些廠 叫他們不要 在安省繼續搞 其實我有些擔心 大家知道 Corolla 就是 在多倫多附近的地方做的 但是 Corolla 是不是在 Waterloo 那些地方做的 但另外一個地方 Oshawa 又是很近多倫多 聽說他們也是減產的 那麼 汽車行業對安省是很重要的 那不只是這個行業 其他行業都會受影響的 那好了 我們由這個Carbon 轉了題目了 那 說回一些風花雪月 喝啤酒 那很多人都很喜歡 下班開雪櫃拿啤酒來喝的 聽說買啤酒 那將來就很方便 下樓下隔離 因為有450個雜貨店 你真的不用怕 有450個 多人都不是分得到很多 那起碼 我個人覺得就是 這個政府 對我挺好的 我晚上喜歡賭錢 可以上網賭錢 我下樓下穿拖鞋 轉個街口又可以買酒喝 我開車 又要給多些稅 變成我突然間會不捐很多錢 喂 但是這個標 他現在就說全省 給450間那些 我不知是什麼 confident store 可能是多 是嗎 是嗎 但是這樣喔 他說現在 要加稅 在啤酒裡 就是又要給多些 又要去加稅 他有兩個地方加稅 第一個 這450個 grossary store 然後賣啤酒 就打開標 這45個牌 價高者得 哇 政府就有不收入了 肥豬肉 另外 這個 跟這個 拜酒 多些地方賣酒 沒有關係 他順便 進入這句 每一箱的啤酒 要加多一元的稅 他就是這樣做 這一元 就分四次加 一年加 一年加二號 兩元半 但是 只要這個稅加上來 政府一年 要多一億的收入 那我問一下 Alex 究竟 現在說這些事情 要不要加一個 Carbon Tax 可能要的 如果這些啤酒 在安省 因為我做事 我想開市多 現在 要不要加一個Carbon Tax 如果不用的話 那些車廠 不用開車廠 賣啤酒就可以了 拿了四百五十個牌 我相信 啤酒製造的過程中間 會產生Carbon 應該會的 應該在啤酒裏 總之甚麼都有 那些啤酒不只是加那兩盆 再加 那些就在成本裏加 是啊 大家都沒得走 因為如果你不開車 你會喝啤酒 如果你不喝啤酒 阿彪可遠不說 就搬回鄉下 連居地 那我找一隻牛去耕田 那就可以了 沒有Carbon 阿彪你走路 還有喝水就可以了 即是你是 嗯 又聽說 現在 省政府說 將Hydro One 60%賣給人 得到少少錢 然後 大家知道 以前都有人說過 賣完407之後 每個人都說 政府這樣賣法是不對的 怎知道 錯了之後 現在又有人跟著 賣政府的家當 這樣賣電力給人 究竟 政府既然說 將來電力是不會加的 我個人就不相信了 我亦都看了很多評論 你被私營公司控制了電力 你覺得 會不會加價呢 大家怎麼看 是不是說了五年之前 省政府要賣Hydro One 就老早決定了 一年前就已經決定了 但是他就找幾個商界的人 出來組織一個委員會 談了幾個月之後 決定 是呀 你應該要賣 對呀 實際這個決定 不只是Hydro這件事 有很多的事情 政府做的決定 他不敢出聲 做委員會 請社會人士 經濟方面 有研究人 等你們去談 談完最後 結論和政府的結論 完全一樣 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 第一 它就說Hydro One 電廠總值 應該是226億 很多錢 226億 有 但是呢 它準備賣的價錢 準備一百億這樣的價錢 來賣 這是第一 第二 委員說 我們政府還有這個控制權 所以我只賣百分之六十 我們政府控制百分之四十 因為那百分之六十 每一間公司不可以買超過百分之十 所以都是屬於我們政府的 賣出來回來的錢 這個有九十億 九十億中間 五十億拿來還Hydro獻的債 這裡我就有點不明白了 就是還完之後還是欠人的錢 不是 你公司賣了公司 你現在的公司欠債 我賣了公司 你應該那個公司還的嘛 那這些商業決定 沒有理由賣的人還 他們商業決定的 因為那四十億拿來做基建 這個就不明白了 為什麼要省政府還這五十億呢 有人懷疑 根本還錢只是還了 我們看到的事實只是還了一部份 但是將來這隻雞或者鴨 不懂生蛋的時候 市民就會不見很多錢 好了 我們時間第三環節 大家休息一會 我們第四環節再回來 講講省政府有什麼 令到我們的袋繼續不見錢 以事論事挖掘事實真相 深入淺出 探討政府動向 當大事件發生時 令你走在事實前方 不再被動 好 我跟你們的看法完全一樣 將來的電費絕對會增加 但是省政府說不會 山長說不會 它的根據是怎樣 我們賣了這間公司之後 我們將來那個Hydro One 就學一個Basiness Like 好像一盤生意來經營 所以它的成本應該降低 這個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麼現在政府經營這個Hydro One 不是當它一盤生意來經營嗎 你的開支這麼大 是不是有些開支是不需要開支的呢 那些跨下海口 將來的時刻都可以說得很美 第二你省長強調 我還有百分之四十個股份 我有話事權 那些私營公司沒有話事權 你怎麼可能將它變成一盤生意的利潤呢 你始終都是一個公營 因為你有話事權 董事長、總經理 都是由你指派 那個公司可能會改變成一盤生意的經營嗎 其實安省的電力制度 它自我矛盾 電力制度已經是很多年被人救病的了 例如Smart Meter Ellen說Smart Meter 究竟是否晚上的洗衣服會更好 講一些經驗 還有剛才彭先生 講了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 省長說找一群專業人士 究竟現在的生意 現在政府的東西好不好賣 想想一下 為何要賣呢 賣得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管理得不好 政府管理得不好 所以問題是甚麼呢 就算有聰明電錶 又加太陽能板 結果 反而電費 你發覺近十幾年 越來越貴 現在三倍多於其他省 所以情況是非常嚴重 現在究竟 賣的生意賣出去 哇 政府還欠了40% 現在仍是做事 那現在究竟有誰會賣呢 我正在想 就是Alex 會不會賣呢 你會不會拿了錢出來 但你又沒有做事權 都不知道 政府管理得不好 究竟你現在拿了錢出來 賺不賺到 是一個大問題 你覺得你會不會賣呢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 這個 很奇怪 這個 我覺得好像一個 一半政府 一半私人 但其實 如果當一個投資者 我當一個大生意 我的筆錢 我買下去 買不買呢 那我一定會買 你知道為甚麼嗎 因為這個不會破產 怎樣衰發這個生意 它就是容易 加你的電費 就賺錢回來 是咯 一定不會輸的 這樣做法 就是我這樣想 就是現在 現在來 下次省選 還有三年的時間 是不是 就是現在我想 喂 是不是現在政府 喂喂 就是現在的數 如何計算 就是接下來的兩年 都是虧的 就是拉不到 就是拉不到那個平衡預算 就是會不會其實 阿Tom 或者阿彪 你們覺得 喂 現在這樣賣了 賣一塊錢 拿一塊錢回來 在上面蓋上去 好好看看 那希望呢 第四年 就是再選的時間 就是那些人 好像阿Tom 忘記了你做甚麼 是不是 已經忘記了你做甚麼 現在的數目 做工呢 是不是有機會又可以選到呢 有一點 我要提一提 除了Hydro-1之外 還有幾間小公司 叫安德索斯 PowerStream 它將那幾間公司 合併了 就成家賣的 政府沒有留股份 要賣三十億 所以你計上Hydro-1那裡 總數應該是一百二十億的 我覺得它為甚麼要賣呢 因為它誇了口 說到2017年 那個收支 省政府要收支平衡 而省政府現在一年 透支 赤支 又是一百零九億 一百零九億 你剩下兩年 你怎麼可以從一百零九億 變成零呢 其實我亦都覺得 唯一的辦法 就開始賣早產 是的 除了賣了家當之外 我個人都懷疑 大家都 當然說最好就是用風力發電 最好就是用太陽能發電 但是在發展這些新的科技的時候 是要用很多錢的 變成我們未得其利 才得其害 做一個平衡當然是好 我們見到做新的方法去發電 好處亦多 但壞處亦有 大家就要看看取這個平衡 不過Alan說得很對 我想你以前當然是讀會計的 也不是 我現在看情況 Tom都說是 即是現在政府是怎樣 釣鹽水 是不是 釣多兩年 大家都知道 不理你 即是三年後誰選到 即是誰黨選到 都死了 因為現在釣到你盡 沒有水 你去到第四年 有誰接手 都是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 自然你怎樣玩都不行 即是幾個口的政府都不行 即是 我們跟別人說 剩下一個爛灘子 給你去接力 聯邦的預算宣佈是二十一號 是嗎 是 你說到聯邦 我有很大的感想 因為 我這個題 覺得很奇怪 一件事 聯邦宣佈是四月二十一號 宣佈聯邦的預選 之後沒有多久 省政府 安省政府宣佈 他的預算是四月二十三號 過兩天宣佈 他是遲些的 那個時機又覺得有些奇怪 他認了的了 安省那個財政廳長都說 我是要看一下聯邦那個預算案是怎樣 我才可以宣佈我的預算案 他沒有隱藏這個企圖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說 我們等了很久 聯邦沒有收入黨 減低我們的GST 1% 省了少少錢 再減1% 就是他分兩次 跟著呢 就在那個UCCB 就是那個 Child Care 又給錢給我們 我們的小孩子去運動 又給錢給我們 我們在很多地方 省到這裡省幾十元 那裡省幾十元 那裡省幾十元 突然間 省政府就說要拿回全 結果可能打個零 可能還會蝕多些 你們怎樣想 很容易的說 當我去一萬的活動 星期五晚當我 那我下班後 我會開車 那我第一 那個Gasoline Tax 給多一點錢 那我現在的車 可能有Carbon Tax 給了 車可能已經先貴了 如果當我活過新車幾年後 車可能貴了 就叫Carbon Tax 那我去吃飯 那我又叫啤酒 那我又加多一點錢 那我可能由 我的餐廳可能有 可能製造一些廢氣出來 那我可能又加多錢 那我自己 那一路是 一路不停 全部加一個小的加薩 因為可能第一 那個餐廳 給電費又高了 因為 那我人工有沒有加到 人工沒有加 當然是 加了一些稅又加回 因為 又說人工加了 但是他那個 新的安省 Pension Plan 可能又拿出來 是的 Pension Plan 很多做商人都說 突然間 走了一個Plan出來 再說有人又說 要15元最低工資 那看到每一樣東西 都好像是 對一個普通人的開支 是會增加了 即是你會看到 越來越多 那些做生意的人 都不留在安省做 即是你會不會 會不會去了其他省呢 因為其他省那個 稅率沒有那麼高 那是不是 那自然會走了 我們說過墨西哥 現在做福祉車 做Toyota車 很多車都去墨西哥做了 那 那 如果manufacturing 是不行的 那安省那個經濟 就很有影響了 那現在石油又是低潮 如果我們製造業又低潮 那我們只是服務業 跟別人非法 那才是可以賺到錢 那這個經濟 是不是一個健康的經濟呢 我覺得不是一個健康的經濟 一個經濟要一個大量的一個industry 那如果這幾年 安省這十幾二十年那個industry 一直沒有了的 那一點點是趨勢 就很多 其實我都最基於manufacturing 去了中國那邊 那但是我們一路 那些說他們是high value manufacturing 就是車了 那其實不用 阿Bio不用說到車那裡 不用說到墨西哥那麼遠 其實 各個河那邊 Michigan那邊 Detroit那邊 就是本來是那邊的 現在他們電費便宜到我們很多 而且他們其實那邊很需要的 安省電費分離了第二 那不如這樣 就是要不做了 好像Detroit或者Michigan 那樣 整塌 即是破產了 現在安省 哈哈哈哈 重新來過那不就更好嗎 阿Bio 因為我覺得 我很看心理因素的 因為大家都說笑 你買日本車做什麼鬼啊 我是開日本車 但是我可以反駁 我說我的日本車 我現在記得了 是在Milton做的 Milton是加拿大的工人來的 那我的車其實是在加拿大工人做出來的 甚至你買Honda Honda都有很多個Model在Ontario做的 好像是在Allison做的 那你表面是日本車 加拿大的工人得到益處 那我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加拿大工人會因為我買一輛車 而可以做一份工 但是將來連工廠都不在的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跟別人解釋 如果我要買一輛外國車 到時呢 如果我要保護本地的工業 就沒得選擇了 真的要買回北美洲的車 大家覺得 除了這個話題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 一句Sense Education 我們唐委員是教育委員 我相信他對這個問題比較了解 我們很多家長 或是監製的家長 都希望你在這方面幫我們多數點 當然我們的責任 就是傳遞家長的意見 給教育局 當然如果家長這麼強 我們都會把意見放在教育廳那裡 所以希望多些家長 都是為了你們的聲音 去告訴你們自己的教育委員 當然要跟你們的省的議員 或者是教育廳長去表達你們的訊息 大家都有時候會覺得出奇 為什麼聯邦政府對於省的教育 也不說 這個是Jurisdiction的問題 我們下個星期的Jurisdiction 我們不同政府的責任 我們就會轉個方向 因為大家都知道 新的加拿大聯邦政府的預算案 就會在4月21日宣佈 我們現在就賣個廣告 因為我們籌備著 下個星期的節目就會詳細去分析 聯邦政府推出來的新的預算案 請各位到時留意收聽 多謝三位嘉賓今晚來到錄音室 也多謝各位觀眾的收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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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